开始有9款汉堡以及薯条等副餐都要涨5块钱 尤其官网又在这个时候进行了年度的系统维护工作 更是让消费者质疑是不是真的要改价钱了呢 对此摩斯汉堡也特别发出声明 强调在过年前没有涨价的打算 打开香喷喷的汉堡大口要下超满足 但想吃到这样的美味可能得多掏点钱了 网络谣传从22号开始摩斯汉堡要涨价了 还有懒人包品项 9款汉堡和薯条等副餐通通都要涨5元 还有人调侃茶类热饮便大杯也没用 只是多送你热水 有烟满天飞摩斯紧急对外灭火 就像汉堡以及薯条等副餐 摩斯汉堡特此公告目前不拟调涨 其实素食业掌声不断 像是卖大佬的自由配AB餐都比原价涨6元 单店品项也涨2到3元 肯德基卡拉基腿和纽奥良烤腿宝 都比原价贵10元 光是105年不同品项就涨了两次 我是可以接受 只要它不要涨得太夸张 涨价了 然后就可能附近的我其他的就是识别的东西 人力成本原无聊价阳 必胜客也从元月开始 大披萨涨15元 小披萨涨10元 最贵的披萨就要759元 摩斯涨价传言传得沸沸扬扬 从除细钱不涨又变成先不涨 以利益修上路使机敏感 成本与顾客观感 素食业多方思良 记者有言词陈建国特别报道 马上带您关心今夜最新的现场画面 这是国道收费员争议 延烧两年多 去年蔡政府与他们达成了协议会专案补偿 但是晚间有十多名的国道收费员 自救会成员 来到了劳动部前抗议 要求政府遵守承诺 政府今天来说 自救非自救会领的也少 所以自救会不能领那么多 不能履行的当初的承诺 我们真的要讲 这一切会造成这个结果 完全是政府不愿意发给非自救会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可以听到自救会的成员 再度站出来抗议 主因是因为有非自救会的成员 跳出来质疑专案补助是黑箱作业 参加自救会的收费员 比他们多领了百万 劳动部则是跳出来澄清 不可能会有双重的补贴标准 但这样的说法又造成了自救会成员的不满 所以今晚到劳动部前抗议 要求蔡总统兑现承诺不要跳票 看来国道收费员争议一时半刻 还是无法平息 这也是我们掌握到来自于现场的 今夜最新画面 好另外新闻话题还要来关心 在政府祭出重罚之后 Uber今天宣布 二月份要在台湾推出Uber Taxi 依照现行的计程车收费标准 而且初期不会跟驾驶收平台费 但是交通部表示 只要Uber使用了自用车来派遣收费的话 就是非法 不是说跟合法业者合作 就会自动合法化 而且预计最快农历年后 要对Uber祭出勒令停业的要求 交通部不断对轿车软体 Uber祭出重罚 让Uber突然宣布 愿意和小黄合作 推出Uber Taxi 即将在二月上市 今天宣布台湾即将推出Uber Taxi 展现了车辆分享 经济和计程车可以在台湾这样健全和多样化市场中共存 民众可以用Uber App大计程车收费比照现行小黄车资 出席Uber不会向小黄司机收取平台费用 开了三十多年计程车的中华民国驾驶工会理事长对于合作热建七成 看上Uber能够带给小黄驾驶更多的载客员 但是事实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因为Uber表示未来将会保留 经营优步 尊容优步 再多增加一个Uber Taxi的选项 提供民众自由选择 并不是全部都派遣继承车行的车子 如果不是派遣小黄 用不是小黄来蚕食我继承车的市场 我们没有合作的空间 详细合作内容没有制定出来 北市汽车驾驶职业工会理事长郑利佳 质疑Uber游走法律边缘 试图想分化计程车团结 用合法也不非法 交通部则表示 对于Uber愿意和合法业者合作热观骑程 但是Uber派遣自用车载客仍然违法 必须要依法登记申请计程车客运服务业 公路总局表示 第一张罚单将在春节后祭出 最快过年后 Uber将面临热力亭业 记者谢荣正 吴爱云台北报道 社会消息要来看到 在网络上卖尿布 竟然还可以诈骗到800万 在高雄这位单亲妈妈 利用脸书上多个账号 以市价5到6折的价格贩售尿布 吸引了爸爸妈妈抢购 一开始她都是正常出货的 取信被害人 然后开始借故拖延 甚至避不见面 被害人付了钱迟迟等不到货 这才知道受骗上当 估计有700多人受害 诈骗金额高达800万 女子的住处里对放好几箱尿布 数量并不多 有些还是别人送给她的 但她却利用这些为数不多的尿布 在网络上卖 诈骗得手800多万 72年次的女性女子是名单亲妈妈 她在脸书上开设好几个账号 专卖尿布等婴儿用品 价格低于市价五六折 吸引向减便宜的爸爸妈妈疯狂抢订 一开始她还正常出货 取信被害人 接着就开始借口一堆 拖延出货时间 最后干脆神隐 避不见面 那一开始 妈妈们都会以 那个少量的订单 来下货 那她也会如期的出货 给那些新生的妈妈 接受大量的订单 以后就开始不出货了 陆续有被害人前付了 取不到货一等好几个月才知道上当 估计被害人有七百多人 女性女子自己也当妈妈 却骗其他父母辛苦赚的奶粉钱 现在已经有三百多名被害人串联起来 要向她提告 讨回血汗钱 记者肖志远高雄报道 继续是台式新闻的独家报道 天气好冷哦 身边上各种保暖衣裤 或者是标榜的发热衣通通出笼 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 现在呢就有业者号称 她独家使用了发热丝这样的材质 穿上了这种发热裤 三秒钟就会有神奇效果 但实际了解里头的成分 主要成分根本就是一般的锯脂纤维 而且医师也警告 长时间穿着的话 容易过敏甚至产生霉菌 反而对皮肤不好 手上拿着不同颜色的发热裤 老板娘超卖力推销 说得天花乱坠 口沫很飞 而一旁婆婆妈妈睁大眼睛又摸又看 大声强调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大人小孩都可以穿 甚至还标榜 穿上三秒钟就可以发热 这效果也太神奇 业者生成这款神奇保暖裤 使用的是独家发热丝材质 运用特殊织法 既能按摩又可以发热 真的有那么神吗 但实际了解 衣服本身根本不可能会发热 发热衣它基本上是不会自动发热的 而是以保暖的效果为主要的 拿起发热裤跟一般裤子相比 发热裤因为材质跟织法叫密 能比一般衣裤 保留更多身体散发出来的热气 而业者标榜的神奇发热裤 我们从裤腰翻到裤管 才好不容易找到标示 原来主要成分就是聚之纤维 并不特别 不管三秒钟是否能够发热 皮肤科医师说 如果长时间穿着 反而会对人体造成影响 潮湿度又比较高的话 这容易造成两方面不良的影响 第一个是容易造成皮肤的过敏反应 我们叫过敏性湿疹 第二个因为潮湿闷热 造成黴菌的感染 医师还说 长时间穿的发热裤 不但容易造成过敏或黴菌感染 严重时还有可能会降低受孕率 消费者也必须特别当心注意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好 画面当中这位女子 在三年前曾经是一位话题人物 26岁的这位苏小姐 当时她衣着整齐 长相清秀 却拿了一个碗在捷运站行起 说是求职不顺利 又跟家人闹翻 所以立志当乞丐 而最近这名女子出现在屏东 还睡在棋楼下 头埋在棉被里动也不动 民众担心会出意外报警 没想到女子还跟警方表示 说她是南下过冬 不需要帮助 大白天女子整个人 埋在被窝里 睡在民宅的棋楼底下 只露出黑色头发 她就是三年前 在新北市鼎西捷运站 行起的苏姓女子 长相清秀的她 当时才26岁 却因为求职不顺 又跟家人闹翻 竟然离家 还说立志要行起 面对询问 苏姓女子低调不愿多谈 立刻离开 而附近住户说 其实她已经来这里一段时间了 这次苏姓女子会再度受关注 是因为她睡在棋楼底下 棉被盖住头 一动也不动 民众看到报警 事件才曝光 不过她对远警说 她只是来过冬的 不需要协助 要警方别管她 其实苏姓女子的阿嬷就住在附近 也曾经要她一起去同住 但苏姓女子不愿意 家人也只好任由她 社会局也只能请社工多多主意 记者苏世伟评农报道 国际焦点首先要来看到 就是北韩的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 18号报导金正恩到各地视察 而从播出的新闻影片当中 大家发现这金正恩的左脚 总会走起路来一搏一搏的 纷纷猜测会不会是因为过度肥胖 加上两年前脚踝曾经动过手术 救急复发 所以走起路来才会这么吃力 北韩官方电视台昨天报道 金正恩日前到各地视察 注意到了吗 金正恩左脚走路一搏一搏 上楼有点吃力 赶快找地方坐下来休息 北韩的报道没有提到金正恩身体的状况 但是外界猜测 金正恩左脚又出问题 可能因为过度肥胖 救急复发 两年前金正恩左脚踝长出囊肿 当时开刀切除 走路就相当吃力 如今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南韩当局表示会密切的关注 南韩更要紧张北韩是否又要试舍飞弹 南韩军方今天虽然回应无法证实 也没发现北韩可能试舍的迹象 但强调会保持高度戒备 同样紧张的还有美国准总统